不会吧,不会吧,你还不知道快递流盾山在这个赛季有多强 大家好,我是曲运哥在校外 这是一军王者27新排位赛 上个赛季做过很多期快递流盾山 粉丝觉得上分很好用 问我这个赛季快递流盾山还能玩吗? 当然可以,不过需要把装备顺序改变一下 视频最后会告诉大家详细的出装思路 出门学习二技能,由于对面中奎很可能反野 我们直接来中路帮小乔清线抢二级 这样开局解放中路第一波节奏就是我们的了 扁鹊露头二技能过肩摔配合小乔直接打残 这时候中奎入场直接上去普攻 大家可以发现我这套名文前期伤害非常高 这边小碎步靠近扁鹊假装来打 突然一手过肩摔加普攻祝他幸福 之后中奎一手眩晕回手套想换掉我 一手闪现吃口药刚好抵消掉扁鹊的五层毒 我笑了 我看有很多人玩盾山,二技能总是放空 我总结了两点原因 第一就是你出手不够果断 你不能让对面看出来你的动机 我们二技能位移是有一段距离的 对手在有准备的情况下 小走位或者用位移技能都能轻松躲掉 第二就是移速不够快 给对手太多反应时间 大家可以把视频最后的名文和出装在备战里改一下 这边队友在开仙之主 在中腿勾凯失败 我们二技能直接给他扔回来 遮波操作非常细 直接让小乔获得了一个助攻 不过吕布要哭了 之后追击米越 等一下二技能cd 这个距离二技能是够不到的 那果断二闪送他回家 对吧 顿山虽然短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很灵活很快 来到中路帮小乔卡个视野 发现弓本在左侧一技能探槽想搞偷袭 这边小乔也是把扁鹊打得嗷嗷叫 不着急卡个视野 二三技能把弓本先打残 很可惜小乔一技能被弓本挡掉 这时候大招先不取消 让扁鹊觉得我们是个汉堡 等他上头想秒小乔的时候再取消大招 二技能直接扔进防御塔普攻祝他生日快乐 继续回到中路 西瓜走位成功接勾 中奎眩晕大招别慌有操作 等小乔打断托马斯270度回旋过肩摔上他一边去 之后闪现躲掉门牙扫射 吃口药进卡回血 之后来到上路 米月有大一技能想操作 二三技能连招让他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直接被秒 我们玩盾山千万不要走到哪 都用一技能举个盾 尽可能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很多人不是说中奎王昭君克制盾山吗 克制其实是相对的 你不一直举着盾 他们也找不到控制你的机会 盾山强的并不是你一技能能挡多少伤害 而是我们具有超强的开团能力 和连续控制分割战场的作用 观察小地图马可上头贴脸超级兵 差点被秒 我们二三技能连环控制 就他一命 吕布送超级兵回家 这边凯顿到门牙 我们赶紧来支援 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会有助攻 辅助档范围这么大的吗 之后中奎被打到嗷嗷叫 我也不可以投了 转个圈蹭个助攻 超级兵入场一手 二技能886 芈月入场大招本爱想控一下 让他开不出大 结果他被抓出惊艳了 大招瞬间跑路 推到高地 不要让残缺小兵扛 我们进去可以挨三下 防御塔准备打第四下的时候 买个红宝石 防御塔哭了 就问还有比我戏的吗 我们来看最后一波团战 先把芈月大招下出来 终回骗出吕布大招 小地图发现门牙走位向人机 吕布发开始撤退 不要理他 二技能闪现 开到门牙大招反推 吕布送他回家 盾山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对手选门牙 肯定也是想克制盾山的 因为他一个一技能 就能把门能量打完 举不起来 钟葵也是想在我们一技能的时候 勾我们 但是会玩的盾山 怎么可能举着盾 等着被控呢 像这种局 只要二闪大招 开到对面核心输出 对手直接爆炸 这里对面就剩一个钟葵 在拳水瑟瑟发抖 等一手大招 过去给他一个 能把我勾到拳水的希望 大招再让他绝望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队友选什么英雄 最像演员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十连胜哦 我的名玩是 十条河 十阴眼 九一变 一货元 装备 粪泌指环 吉布直靴 抵抗直靴 急寒分暴 魔女斗盆 奔狼 如果拖到后期 辅助装全部升级 吉布直靴 换成霸者重装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